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陈珊妮 我要在這邊介紹兩部經典女性影展的片子 一部是西班牙導演的短片 她媽的幻想 這是一部非常憂傷的短片 它是從童話開始的 童話是成人為孩童設計的縮小宇宙 童話裡隱藏的人性的陰暗面 短片裡面的母親她將婚姻關係中對於隱性暴力的隱忍 長期的心理壓力跟言語刺激的精神折磨 投射在跟女兒共享的童話故事裡 每個女孩的成長經驗都將悄悄的影響女人未來的行為 女孩將會長大 她會開始為自己的人生做出選擇 她會想起皇后被消滅的故事 那些壞皇后跟我們性格的陰暗面 在分裂的幻想中 女孩將會長大 她可能成型那些 她以為早就已經化解了一些問題 那有些女孩跟女人故事會一代接著一代 像是憂傷的童話被重複的描述 另外一部片子是泰國導演的紀錄片 它是一個分與女同志的紀錄片 叫做泰國啦啦生存實錄 我非常喜歡而且尊敬這一類的紀錄片作品 因為這些作品的累積動搖了疫情的主流思維 同志開始被理解 開始從身份認同跨越到社會認同 同志漸漸開始遠離迫害 開始接受大家的尊敬跟祝福 開始爭取他們的基本權益 泰國啦啦生存實錄這部紀錄片 它是安靜而且帶點灰色的 這部紀錄片裡面他們所說的 生命極其複雜 我們得要同時保有堅強跟柔軟 才能確保我們能夠快樂地存活在這世上 多數會尊重少數 強勢會同理弱勢 我們對愛的定義一直在進化 地球不會停止轉動 那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參與女性影展 從女性的觀點看見不同的視野 聽到不同的聲音